欢迎收看ATV焦点位的金陵 立法会个人利益监测委员会 日前举行了摆门会议 跟进有议员试验收取 一团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捐款未申报事件 部分有份试验收款的议员 就指自己只是代收 有议论就批评 这些议员隐瞒收取利益 以代收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 部分议员更加持口否认 企图蒙患过关 有议论就认为 事件不单止涉及到议员有没有利益冲击 更加涉及到程序公义和刑事罪行 如果有人小报了选举开支 就属于刑事罪行 所以不可以轻易接受议员的口头解释 联署需要介入调查查明事实增长 明报的社评就认为 立法会议员涉及到金钱的交角 理应知道事态十分敏感 因为公众会用以判别议员的措手和诚信 期望事事的议员略己议员 清楚交代捐款的情况 诉许公众对议员谋取个人利益的疑虑 而《星岛日报》的社评就认为 迂回捐款做法很奇怪 部分议员解释是代政党收款 不涉及到个人利益 但是公众难免会问了 为什么不值得捐给政党呢 要由议员代收这么转折呢 当中有没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呢 部分议员对捐款收支的处理 也都令到大众觉得公司帐目 没有分得清楚 对此我们一起先来听听 时事观察员黄思大观点 今天的话题是 代收过不了道德法庭 黎智英政治献金被揭发之后 妾事政客可为丑态白春 当中最为精仔的回应 可以说是代收了 有人说为社民连代收 有人说为工党代收 有人说为真普联代收 一时之间代收可以成为万能法宝 说了就可以开断 如果人在做天在看 市民大众心里面都有一把情 至少代收是过不了道德法庭 进入事件的政客之中 有五人是现届立法会议员 当中梁家杰、梁国雄和李卓人 三个人已经承认收钱确有其事 至于毛孟静和陶紧申 就死口不认 曾经收受黎智英一毫半分 立法会议事规则规定 议员收受任何人士或组织 一次过超过一万元实例 或者一年内从单一来源 收超过议员年薪5%利益 即是大概五万元 就需要在收款之后 十四日内申报 这是一个白纸黑字的规定 一清二楚 那五位立法会议员不可能不知道 也不可能忘记 问题是是否照张办事 李卓人在收钱之后 一直将巨款暗藏自己户口超过半年 到了事件曝光之后 才急急的过户工档 然后戴耳林仪自称代收 但是自救没有工档中人出来证明 设计一间公司的一个董事 叫客户将生意收益 直接传入到个人户口之内 半年之后被揭发 就交还款项料事 能过得到关吗 工档其实也是以公司注策 所以法律要求和管治操作和公司无疑 但因为是政治组织要向公众负责 所以定限的条件要求应该更高更严 如果一间普通公司也不允许发生的做法 那为什么又会允许发生在工档的李卓人身上呢 有趣的是 梁国雄还说黎智英给的一笔款项 是交给律师托管 以备作诉讼之用 有法律家人士说 如果真有此事 黎智英将会面对包含诉讼的刑事调查 律师留五项银行 处理客户暂购的金钱 会有清楚的会计守则准守 记录必须是真实的 梁国雄所言是否真确 一查就知道 相信没有人轻易为长毛兜底 其实工档、社民连等的网站 都表明公众捐款 直接传在他们政党的户口 以支票捐款的话 抬头也是直接写党派的注册名称 黎智英为什么要兜大湾 被人代收呢 议员监察政府财政 要求严谅公司分明 如果自己满身胡桃杖 就有失诚信 市民大众的心里面都有一百情 至少代收是过不了道德法庭 面对运作不堪的混水 似乎只有寄望连政公署等执法部门 可以认真调查事件 还港大市民一个公道 对此理由怎么看呢